3月6号,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进行分组讨论,香港特邀界委员举行小组讨论,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出席,梁振英在发言中表示,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,香港的机会很多,香港居民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国家发展。 当天的小组讨论上,各位委员发言非常积极踊跃,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减税降费,越港澳大湾区规划等,成为委员们热议的话题。 梁振英在解读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,对于香港来说,商机很多。 梁振英表示,在报告中扩大国际创新合作方面,香港有一国两制的优势,有国际化的长处,完全可以以超级联系人的身份为国家扩大国际方面合作,做好贡献。 还可以帮助优化归国留学人员和外籍人才服务等。 梁振英认为,国家发展过程中,香港享受了许多便利,香港也因更加积极主动,积极融入国家发展,发挥自身作用。 他勉励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为此共同努力。